我们堵了三个小时的车 终于到富士山下了 这里是富士山 但是今天云后看不见 作为山林野生形象大使家 宣传大使又来到了山林 但是这边的云 但我们以前每次来山林都能看到富士山 可能五点了就在这儿 富士山 但是有可能下午就会出来 这是我们在日本第一次录游 虽然堵车在一路上都有樱花 看来挺好 心情还不错 天气也还不错 我一直往前走 我一直往前走 我们去什么NF之类的 我觉得不能再走了 就停这边吧 在这儿走 我觉得这块地就挺好的 那就这边吧 作为菜鸟 还算是比较顺利地搭好了帐篷 但是天幕撑了半个小时也撑不好 旁边陌生人看不下去 主动过来帮助我们 从中路上去没有一样的 新手吧 来看一下我们的帐篷 只愣起来了 这录音场有很多同款的 凳子 桌子 小凳子 来往里看你的床铺好了 你不睡床吗 我睡床 在地上 让我来看康 就这样吗 就这样 还挺大的 我就睡这里 哇 后面的山好漂亮 全部都是山树 这儿就是富士山 被挡住了 还没有露头 露了露了露头了 这是我们带的帐篷 在别人的帮助下吃起来的天幕和帐篷 车可以停在旁边 然后顺着往上看 这个是烤火用的吗 嗯 应该可以了吧 不用管它了 过来生这个烧点水吧 你别整爆炸了 爆炸是不会的 所以安全 OK 终于两个土壁又把火打着了 终于 还跑去问别人 就打这个火还跑去问别人 太丢人了 给我一包咖啡 我帮你泡上 看一下富士山寨 好棒啊 应该好了吧 这种炭 应该 要是这样都顶不上 这个炭也太差了 你觉得燃烂吗 燃烂烂烂烂 反正这两块都要拿 好香啊 我现在在美丽的富士山下 露营旅行 虽然户外很冷 但是富士山的美 可以让我暂时忘记了寒冷 我们在帐篷外点燃了篝火 享受着温暖的火光 和宁静的夜晚 望着富士山下的壮丽景色 心中感到无限的满足 最令人难忘的 当然是和爱人一起享受 美味的烧烤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 放在烤炉上 滋拉滋拉的烤着 一点一点 变得香嫩多汁 配上家乡的辣椒面 简直是绝配 吃着烧烤 喝着啤酒 聊着天 这样的时刻 真的太幸福了 我刚刚我还说和富士山干杯 你在这里写了 我先把衣服穿上 圆了 这个好 我再吃一块了就好 真的好香 双酱牛肉了解一下 你就放上面烤吧 那个小火能烤熟的 这个牛排今天我们能把它烤熟吧应该 这个夹着多少钱 凉饭 晚上不会有鹿来吧 不会这里这么多人他不敢来 他们会觉得我们这里香吗 对吧 正宗本格中华料理 本格中华雅吉利克 哇熏得我眼睛都这么开了 我刚才可以 你这个不行 那个太那个啥了 太啥 太飞了 还没烤熟呢 但是 这里面好像有水 嫩嫩的那种感觉 入口即化 我已经好吃的泪油满 现在是被熏的 天已经黑了 半夜三更喝咖啡 待会我们要点着灯笼去上厕所 是不是还要 点着灯上厕所不好 是早死 这里还在烤三倍 但是里面也看不见了吧 你看 那个三倍好安静啊 我们吃完饭 现在点着火在这里去乱 现在外面应该是零下了 没有 应该没有 八度 那我们想去的八度空间 现在黑的一瓶 现在打着电筒 去那个洗漱的地方 还可以洗澡 还可以洗澡 有热水澡洗 洗澡的地方 甚至提供 像那个洗澡水 因为如果吹风期间还挺好的 小心踩到泥 然后你看这里好像万家灯火 到了上厕所 请速 这个录音场还是阿几江的妈妈推荐我们 阿几江是以前我们开咖啡店的一个熟客 后来成的朋友 阿几江不知道会不会看我youtube 到时候要不要给他配个日语字幕 特别明晰 特别明晰 好了 我们准备去水树吧 排队去刷牙洗脸 我有偶像包裹 二人洗脸组 睡觉 你睡袋 你睡哪个 我睡 偷的吧 这样 棉是正棉 那是反 那我的脱裤子怎么办 你要一直拍吗 脱裤子是不能剥的 那我脱了裤子给我打码 你会打码吗 我不会 我给自己打 那我脱了 你别脱 我们的小床 睡袋 这个是车上的小枕头 这又是一个睡袋 然后我们的相机 相机背包 就拍到这儿了 睡觉了 明天早上起来 看富士山的日出 睡觉了 拜拜 晚安 天亮了 现在才两度 你别起来 特别冷 五点过了 我现在去外面烧开水 太美了吧 这是什么人间仙境 桌子上都结冰了 看看我去车里 车上面也是一层冰 我过去看一下 车上面现在也是一层冰 好冷 我老公现在在想 我把椅子搬过来 把椅子搬过来 椅子上面 坐在椅子上面看富士山的日出 太棒了 忍着不行 我进去上个厕所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背后 就是富士山 然后转过来 把镜头转过去 去上个厕所 去上厕所 这个地上 都是湿湿的 好像 太阳会从 富士山左边出来 天气很好 没有云 应该会有很漂亮的日出了 这是富士山 这就是我们的帐篷 年萌 我回来了 好冷啊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在富士山下 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这个特别的时刻 富士山展现出它最美的一面 阳光在山腰弥漫开来 晨雾缭绕 仿佛仙境 让人心旷神医 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 这个小懒虫 躺在睡袋里面 帐篷里面 玩手机 挥个手啊 给你的手来个特写 现在地面上突然有一层雾气 看起来好漂亮 不知道别人看我的帐篷 是不是也是这种效果 给你拍一个 你在富士山下面喝咖啡 要做早餐了吗 吃早餐吧 我们吃早餐 早餐吃的简单 吃粥 好吃吗 是不是有点咸 我刚尝一口有点咸 还好 不咸 拍一个 躺在帐篷里 看外面的画面 这就是我从帐篷里 看出去的视角 绝了 这会富士山被云挡住了 我们正在收拾营地 在富士山出来了 收拾营地的时候 我们突然看到这边 天上 天上 有人在玩滑翔伞 这个是可燃 你看它们的分类好多 好洗 没有洗 没有洗 数量数分了好几个 他们瓶子也单独分 看一下日本人的垃圾分内 这日本人的录音厂垃圾分内 这里是扔炭的 这次我们去把我们那个焚火台给洗了 这是录音厂的餐厅 然后餐厅这个大萝莉玻璃 大家看有个倒影是富士山的倒影 因为餐厅的对面就是富士山 最后吃个午饭我们就要离开了 我吃的是一个什么鹿肉汉堡 是梅花鹿吗 这个也是鹿肉反正 鹿肉我的发音对吗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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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鹿肉汉堡和鹿肉咖喱 刚刚我们不是在餐厅外面 我们在餐厅里面 也是透过大玻璃 可以看到富士山 富士山走近了在这里看 特别特别大比想象中要大 他们在农场的牛奶 可以 好吧 这期吃完就结束了 拜拜吧 就录到这里 拜拜 拜拜 跟富士山拜拜 再见 下一期再见 这好大一个 吃看吧 不是很擅长 跟牛肉差不多吧 是不是这么可以 跟富士山 很难 感到